您绝对想不到 福宝这小家伙 最初竟然是个让人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 这一切得从徐奶爸不幸中招前开始讲起 要知道 福宝那可是全球网红界的国宝级明星 在韩国 被将送两位爷爷闯上了天 所以逆提到接手照顾福宝 奶爸奶妈们全都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压力大的让人喘不过气 万一有丁点儿没照顾好 被粉丝们那火眼睛睛揪住 那真是前有悬崖后有深渊 中间还站着个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园长大人急得团团转 脑袋瓜子转 有了主意 找谁呢 找那位仿佛网络绝缘体的徐奶爸 那天 徐奶爸正勤勤恳恳扫着地 领导大人就满脸堆笑地飘了过来 那是 就跟说评书似的 嘿 小徐啊 有个大事 ABC超级项目 你来给福宝当专属奶爸 咋呀 徐奶爸心里一琢磨 能咋呀 领导都开口了 硬着头皮也得上啊 于是 一咬牙一跺脚 就这么稀里糊涂入坑了 等真正把福宝接到手里 徐奶爸 这才如梦初醒 发觉自己被园长那甜言蜜语给坑惨了 不过呢 变化那叫一个大 以前的徐奶爸 是个标准的宅男家闷葫芦 现在呢 采访 粉丝见面会 安排得满满当当 徐奶爸那宠溺劲儿 简直没边了 别的国宝他也疼 可福宝在他心里 那绝对是妥妥的弄医 为啥 就因为福宝那爱打滚的小毛病 徐奶爸生怕小家伙 养成习惯 变成刻板行为 每天带福宝 在外溜达时 都得千叮万种 福宝啊 打不可以 可别上瘾哟了 福宝过生日 徐奶爸亲自下厨 准备一桌竹子大餐 还有特别定制的小点心 天热了 又担心小家伙中暑 不停地念叨 热了就回来 空调房等你哦 连找竹子这活儿 徐奶爸都亲自出马 上山采最新鲜的 就怕委屈了自家宝贝 虽说基地玩具少 徐奶爸也是有心无力 但那份真心 比啥都珍贵 如今的徐奶爸和福宝 那就是现实版的 父慈子孝 每天被镜头和粉丝 簇拥着 可那份纯真的爱 始终如一 温馨满意 您说说 这不就是咱们 一直向往的那种简单 又美好的小幸福吗 再瞧瞧咱们那圆滚滚 蒙太十足的小富宝 简直就是动物界的 智慧小精灵 钱力 为了让咱们的小富宝 一直保持 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率 饲养员徐奶爸 大可是绞尽狗之 摇身一变成了创意大师 兼超级奶爸 他呀 话不多 可手里那些风龙 给动物们设计的娱乐项目 让他们动动了 锻炼锻炼身体 和漏食器让食物 不那么容易吃到 对费点心思的 卫视工具的小玩意儿 比魔法还神奇 宁丑 徐奶爸一亮招 那些花样摆出的东西 就让小富宝两颖放光 整天围着转 小脑袋刮飞速运转 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熊猫版 密室大逃脱 网友们看到徐奶爸这么用心 感动得一塌糊涂 觉得这爷俩组合起来 那就是天造地设 灵机一动 给他们起了个 既亲切又响亮的名字 徐福记 听着就喜气洋洋 寓意着徐奶爸和小福宝的日子 能像这名字一样 甜甜蜜蜜 红红火火 携手走向更加辉煌的 熊声巅峰 所以呀 亲爱的朋友们 这可不单单是一个 关于熊猫和饲养员的故事 更是一段充满爱与责任 智慧与陪伴的动人家话 让咱们一起期待 徐奶爸和小福宝 这对徐福记组合 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用他们独特的方式 给这个世界 带来更多的欢笑与温暖 成就彼此最美好的未来